昨晚嘉義一處變電箱突然爆炸 導致沿海一帶濕木魚溫大規模停電 由於停電 魚溫水車停止運轉 漁民在早上巡視的時候 才赫蘭發現大片濕木魚因為缺氧 紛紛翻肚 瀕臨死亡 展開下個月就是濕木魚的收成季節 這一帶有近百戶的養殖戶 光是一個魚溫就養了上萬鮪魚 如今因為停電意外 害得他們一夜之間學本無歸 損失恐怕高達數百萬 而過去因為責任歸屬難以認定 遇到這種事 漁民恐怕只能認賠了事 現在漁民把握時間 將於全數搶救捕撈上岸 就是希望能把損害降到最低 咖啡咖啡啊 好 阿伯拉 你游是趕快還是沒關係 太多了 這種人的人在救我得完 沒趕交� 不是啦,只要去阿哥一口氣 我沒辦法緊緊抱他死 張倫來啊 阿葵 來來來 阿葵阿葵 來啦,喝咖啡 謝謝阿葵 阿葵特別喝咖啡,你會提醒 阿葵,喝完,讓我繼續喝 阿葵,這有雙倍的咖啡音,雙倍的續航力 所以你不用擔心 有問題呢,你一定會過這關 季豪,我哪來啊 大家都來了 阿葵 來 來 阿葵 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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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來 喝咖啡 你會試試嗎 好,來 唉…慢著 慢慢來 慢慢來 好… 好…